外界也非常关心利率问题 近期台币连续走贬 23号尾盘央行补踹一脚 再贬2.79脚 收在33.25元 创下6年新低 立委关切央行是不是打算靠贬值就出口 总裁彭华南强调 如果各国都贬值等于没贬 对于美国暂缓升息 彭华南则预测最快12月升息 幅度大约一码 洪总裁先打预防针 降低对美国升息恐惧 加上央行业务报告提到 市场资金是量多价低 外界解读24号的央行理监事会 降息机率大减 但外资撤出的预期心理影响 造成23号台股开低走低 重挫白点 投资信心明显不足 台湾有没有条件搞QE 韩国母船开过去才有破浪 小遗传全市开也没有破浪 我们是小遗传 没有小国家才用QE 立委追问央行会不会下猛药加入QE行列 印钞票就经济 彭华南老神在在直接否认 表明国内没有通缩问题 最后决策有待24号见分校 三连新闻政府前一节台北报道